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海底拉里友单元 我是主持人琴琴 那今天呢 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中兴的郭景珠郭记政呢 为我们带来生药在水产养殖应用的介绍 景珠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水产试验所东港生建研究中心 郭景珠记政 那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生药在水产养殖的应用吗 那可以请您为我们介绍生药是什么吗 生药就是那个只要是动植物啊 还有那些矿物在里面从自然界所萃取的都算是生药 所以生药它的范围可以说非常的广泛就对了 对 那为什么就是会想到说要用生药来做水产养殖这一块呢 因为我们水产养殖基本上在那个一月的这个整个贡献啊 因为从以前它因为捕捞鱼月它一直往上成长 到后来它已经到平衡的状态 所以养殖是很重要的 然后因为现在目前养殖的话 有那个生态养殖 还有一些那个集业养殖 还有那个混养的部分 所以有时候常常那个昏养命度太高的时候会有疾病的发生 虽然目前我们的疾病防治都是要遵照我们本会里面 虽然动物又要的规换 可是因为我们希望说在做育病防治这个地方 再提升免疫力这一块能够给业者有另外一个选择 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下那个生药在水产养殖方面的应用 可是不过如果想到说要治疗疫病的话 可能很多人会想说那现在不是已经开发很多的药了吗 为什么还会特别想要选用生药 就是不是用一般使用那种可能化学性的材料的药物呢 没有因为化学性材料通常是我们一般的药物 都是在疾病发生的时候然后在应用 我们现在生药这一块是比较偏向左向 增强那个鱼体就虽然动物方面的免疫力 然后希望它身体强壮 然后其实生药除了在提升免疫力这块以外 它其实在对于的成长 还有它一些那个提高它的适合率这方面 它其实也有其他的那个功效 所以生药其实是目前很多心疾病 它如果想要找到治疗的方法都是从生药这个地方去研发 希望能找到更好的成分来做疾病防治 那所以就像您说的它有点像是预防多过治疗的成分 对 那所以如果假设今天鱼生病了 那它用生药本身是有办法治疗鱼的疾病吗 还是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通常鱼生病的时候其实不大会射 所以基本上是应该在它有症状 或是它平常你觉得流行病要发生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让它身体强壮 所以生药其实在我们的设定上是 如果说它已经知道这个时间有什么流行病要发生的时候 你在一个月前先给它吃有效防治这方面疾病的生药 这样的话效果会应该比较好 因为像生药它是一种它就是天然的药材嘛 对 比较缓和一点 所以它的药效是不是的确需要再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够看得出来 通常是因为它是提升免疫力嘛 所以至少要喂两周 两周以上 然后看不同鱼种啦 像你石斑啊 金木乳大概喂两周就可以看出效果了 不过那个海力像它游动比较快 可能跟鱼的习性有关系 它大概三周四周才会看出效果 它两周应该看不到出来 所以这跟不同鱼 所以我才跟你说那个 来上课的学院其实它们本身 其实都我在用了啦 只是说你 它在这边学习就是 你这个没有新的 人家做完的那些 生药的处方啊 或是配方啊 然后它怎么使用 或是说它的使用方法 是怎么弄的 它对什么疾病有效 然后如果自备那个饲料 他们通常是来学这个 他们对这个应该比较有兴趣 那想请问一下 就是生药的这种制作的成本 会不会非常的高 因为可能很多业者想要采用 但是会担心成本的问题 基本上应该是还好 看你选择的生药的种类 因为我们目前开发的都是一般性的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食用性的 比如说大蒜啊 还有洋葱啊那一方面的 其实这个是我们平常 希望说食品跟药物可以 就是在农业这一块 我们人在用的 然后也给鱼来用这样子 希望它是很健康的生药 来让鱼业来应用这样子 那还想请问一下 就是有人说就是 使用生药的话 是可以兼顾整个环境保护的 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因为生药基本上它其实是植物 大部分现在目前我们有用到的 大部分都是植物药比较多啦 因为像矿物啊 或是一些那个 我们现在目前在人用比较多的生药 我们人可能 我们那个动物这一块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草 就是植物药这边的研究 那如果说它在 因为它比较 它的结构方面 跟这比较 就是比较天然啦 然后基本上还是要适当使用啦 对环境当然是比较 冲击也比较小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复合物 还没有完全用 萃取方式把它分离化 当然如果给它存化以后 其实通常也会做环境方面的评估啦 基本上它的冲击就比较小没错 你目前的研究啊 有发现哪一些 呃 大黄黄晴黄脸 这个比较一般大家能接受的 而且比较养生的生药来做实验 然后结果的话就是我们通常会看我们像目前的比较一个鱼类比较高经济或是养的比较多 还有它疾病的种类 我们会跟着这个来做研究 所以基本上我们像目前就是刚刚讲那几个生药 然后集中做在石斑啊 海利啊 还有那个金木乳方面的 还有虾子的疾病房子 嗯 是 那像是大蒜听说是能有效预防金木乳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对啊 像是什么样的病 通常因为乳鱼的话 像链球菌方面的感染啊 会比较应该说比较popular就是比较普通啦 普遍啦 所以我们会比较针对它主要的疾病来做预防 所以它就是如果用大蒜给它平常给它吃的话 它对这方面的疾病是有预防效果的 你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是怎么样找出这些生药跟这些鱼类的适配 哦 没有基本上因为鱼类的疾病都是差不多都了解了啦 比如说它比较会得链球菌方面的感染 或是得光感菌啊或胡菌 这个像虾子就比较会有胡菌方面的感染 然后像金木乳的话就是链球菌嘛 它胡菌也会 然后海力它这个光感菌跟链球菌都是主要的病原菌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会先把那个病原菌跟生药来做在身体外 就是还没有在鱼类这一块在外面先做一些它的抑制的活性 就抑制的那个抑制圈啊去看哪个效果比较好 然后确定哪个生药对这个疾病有效的时候 在鱼体外面有效就是在那个我们做实验那个地方有效的时候 我们再把应用到投给鱼吃 因为有时候在身体外有效在鱼体内不见得是有效果 因为它要经过消化吸收 然后在水中的浓度要达到抗菌的效果 才会显现它的抗病的能力 所以基本上会先从那个身体外来做抗菌的活性评估 然后再进到身体内的鱼体内的抗菌的效果 然后它的使用方法上的建立这样子 这可以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 平常是怎么样去制作能够让这些水产生物服用的药物呢 因为通常目前我们做的觉得大蒜其实蛮多人做的 而且效果也不错 洋葱其实也有人做 所以基本上我们会希望业者如果可以利用这些 我们平常生产的那个农作物的时候 然后在使用上他可以先把那个生药它做一些萃取的 就是用那个角落机啊 然后捐的应该是果汁机把它变成汁液以后 然后直接加在饲料里面就可以脱胃了 然后效果通常讲胃了两三周就效果都不错 是 那想要请教一下老师 做出来以后是混在饲料里面吗 通常是看你的饲料你是要用那个四瘦饲料 就是立状的啦或浮性的啦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直接把它喷湿 不用太湿 喷湿然后就直接就脱胃它就会吃了 然后另一种方式就是用鳗鱼粉 然后把它像我们在做那个面条一样 把它揉捏一下然后再把它切成立状 然后你如果要更要用一次把它做很多量 你可以把它干燥用电风扇把它搓一吹干燥 然后冷藏起来再喂那OK的 所以基本上它很多种那个添加方式啦都是可以的 因为像刚才老师有提到像是生药材像是一些像大蒜黄莲啊黄芹啊等等 它们都是比较常用的一些生药嘛 那这些植物是有哪一些特性让它们成为是一个还蛮好使用的生药 哦当然是它有含一些那个抗菌核心的物质啊 所以基本上这个每一个都不一样啊 像你大蒜就含有大蒜树啊 然后黄那个大黄啊它也有那个大黄的那个 像姜也有人用啊 姜的话就是有那个辣姜树啊就是一样 一样对那个鱼体的那个抗菌效果都不错啊 那你们在制作这些生药的时候 你们要怎么知道它的比例呢 就是混在饲料里中的比例呢 通常会做几个溶度 然后去做投喂它 因为有时候它有些鱼 有些生药它有特殊的味道 比如说会苦啊会色啊 所以溶度较高也不会吃啊 所以基本上它你投喂给它的时候 你就 就是你不同浓度 然后你看哪个那个抗菌的效果 就刚刚讲的就用那个宫崎试验 然后看它的活存率啊 还有它的当然成长要看 因为如果说它活存率高 可是成长变不好了 所以这也不是很适合的伎量 所以基本上就是看它的活存率 还有看它成长没有被影响 然后去选择那个剂量 您刚才说就是有一些药物啊 是连鱼都不想吃的 这是怎么回事 有啊以前我们有做过那个五倍子 其实大蒜也一样啊 就是它太辣啊 你剂量因为我们就是要找出 它最适当的剂量嘛 所以通常会从低剂量到高剂量都会加 所以你如果高剂量的话 像那个大蒜啊 或是那个五倍子啊 大蒜就会太辣了嘛 它就会不想吃啊 吃去因为为什么觉得好玩 因为它就是那个海利 因为它是比较属于爱吃的鱼 所以它根本就不会先闻味道 它先抢到吃进去 然后发现味道不对就突出来 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 他们还是会选择的 不是你猴什么就吃什么 跟小朋友一样 对 跟人一样 有喜好的 我好像看到一个做法是 大蒜的水翠仪 这个是什么 哦没有啊 大蒜水翠仪就是 因为通常我们在农民学那个班里面 通常会有业者来学这方面的课程嘛 然后基本上我们希望说 业者能使用有效的生药 而且就是我们一般水手就拿得到的生药 所以会介绍它那个大蒜 就是我们平常买得到那个蒜头 然后就把那个蒜头用那个果汁机啊 就是你可以在蒜头盛产期 因为那时候比较便宜 你可以先买多一点 然后用那个果汁机把它搅成汁 然后就可以分平动起来 你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这样的话其实农民有收益 然后与业者 我们养殖业者又可以预防疾病 所以这样是不错的那个 的使用方法 所以那个水炊鱼就是从那个大蒜 然后你加一点一杯 一比一的水会比较好搅算 然后把它过滤完 它就会变成那个水炊鱼 然后那个水炊鱼 基本上我们就是那个水杯 所以我们就还会建议业者把它分瓶装 就动起来 它可以放很久 那因为像生药就是中药嘛 那我们中医的一些知识 是不是有办法能够通用在这些鱼身上呢 通常是可以啦 不过我们通常会用主药而已 就是主药的那个 应该不会像中药用到说什么 军橙石啊 我们大概应该只用到军药而已 就主药的那个配方这样而已 然后除非这个鱼它 我们这个中药它的味道 真的是没办法把它变好吃 大概会加一些那个辅佐的药 比如说甘草啊 或者是一些比较有甜味的 让它修饰一下味道 通常也会这样做 哇真的就像制作人的药物一样 还要考虑到病人的心情 考虑到鱼的它想不想吃 那如果就是有民众想要再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你们农民学院有没有开类似的课程 有啊 那个淡水每年都会开啊 那个生态养殖班里面就有这个生药 怎么应用在那个水产方面的应用的课程 那通常就是上课的学员 他们有没有在制作或者是 想要学习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 通常会来上这种课的人 通常应该是做生态养殖 不然就做粪养 不然就做所谓的有机养殖的 才对这种课程比较有兴趣 因为通常这种做这方面养殖的人 他比较不喜欢用那个我们法定的水产药物 就是抗菌肌这一类 所以他们希望在预防重疑治疗这一块 把鱼养得健康 然后管理做好 鱼就不会生病 所以基本上学员都是这方面的那个性质的人较多 然后他们来的话通常 会来上这种课的人通常平常都有在用 我觉得 因为他们有时候会问问题 有时候我们会有回馈 不过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兴趣应该是怎么自备 就刚刚讲那个 你怎么要把生腰放在饲料里 或是你怎么投胃 还有它的配方 比如说你要喂多久才有效 要怎么喂 他们应该对这个兴趣会比较高 因为台湾每年可能到冬天的时候 会有寒害的问题 对 然后我看到一篇文章说 那个五国鱼啊 如果要抗寒的话 可以吃那个大蒜 对确实 这个是有效果吗 对啊 因为我们最近也有做那个抗紧迫的实验 就是大蒜 吃大蒜的鱼确实比较能够抗紧迫 就是你给它吃完以后 你把它离水跳一跳 然后看到死亡率 发现它这个确实有 有吃大蒜的那个死亡率比较低 哦 对啊其实那个含害跟抗紧迫 跟我刚刚讲说离水那个 其实都是一种紧迫啦 嗯 紧迫的话如果说像大蒜啊 确实蛮多人做 五郭鱼后面做很多 还有那个 有人从那个幼苗的时候 因为幼苗的时候需要抓 抓鱼 就是抓来抓去嘛 有时候他们为了要鱼桶 然后干嘛 他们都会事先先给它吃 还有他越冬的时候会给它吃 那我刚刚讲说我们既有做那个蜗啊那个抗紧迫 也有给它吃大蒜啊 确实蛮有效的 效果还不错 对对对对 是如果有这种需求 是可以事先给它吃啊 就一个月前一个人要给它吃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有在投入 生药应用在水产 有啊很多啊 很多吗 对啊 像韩国有一阵子 做很多这方面的研究 因为他们可能 我后来发现好像可能他们政府有 有一个计划就是要 加速生药在各行业的应用 所以他们那一年 我看到他们做很多 相关的实验 然后像泰国有做啊 印度当然不用讲 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 就是对草药是传统医学 是觉得蛮重视的 然后欧洲也有人做啊 像英国的也有啊 然后意大利也有啊 多人做 所以他们还蛮多的啦 那在推广这方面 学士所有没有什么样的行动这样子 就是会在农均农会 特别再教一下 因为通常我们都一个实骤课程 通常会教他们怎么样应用 怎么样制作这个饲料啊 怎么拖给他们吃啊 然后让他们自己动手做这样子 这样子 基本上有需要的人就会用啦 我觉得是这样子 应该有点烹饪客的感觉 还好 他们都还蛮好玩啦 觉得玩起来蛮有意思啦 比较活泼啦 那最后想要再请教一下老师 就是生药应用在水产养殖的这一块 整体来说它未来有哪一些研究的方向呢 未来哦 因为我们还是会持续做这一块 希望它能够说在真正达到预防的效果 不用用到治疗方面这一块 就是不用到最后会鱼生病 然后需要用到水产药物这样子 当然我们现在目前还是会选一些比较有效的中药 然后比较安全的中药 就是来发展到水产这一块 然后如果说可以的话 当然希望把它用到说每个鱼种可以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商品化 商品化 这个有点困难哦 万事都有可能 没有啦 基本上没有啦 我们还是希望说 多发展几个中药药 然后是有效的 不用说对这个有效 对这个没效 我希望说能够找一个特有效的 因为生药基本上 它对每一个细菌肌 有些多少少都有效果 只是说效果强度问题 所以希望是选那个强度最强的 然后我们在鱼类使用上是最健康的 然后这样可以推广给业者使用 那今天呢 非常谢谢井珠的分享 那下一集呢 也将为您带来精彩的探索水事所单元 我们下周呢 要为您带来的主题是 白虾的繁养殖技术开发 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不要错过咯 这么重 但是因为它 GSA 叫大家